菲比侠的完美冰計劃 怎麼回事 冰嗎 但現在可是夏天啊 怎麼會有冰零 這真的是太棒了 這裡的每一個角落都是冰 地毯滑了 大家都站不穩 但是結冰的地方只有馬路這邊而已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今晚就查查 睡衣小英雄 我們出發了 進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當夜幕降臨城市 一隻英雄組成的隊伍 便嚴陣以待 他們將無所畏懼的打擊隊伍 康諾變身為 貓小子 啊 艾瑪亞變身為 貓頭英女 耶 葛瑞變身為 飛逆熊 帥英小英雄 飛逆俠機動車 能吸附在任何東西上 所以它很適合在兵面上行駛 我們乘坐 我們看英雄七吧 這樣可以在上面看得很清楚 好主意 貓頭英女 但我認為飛逆俠機動車可以 算了 或許他們是對的 噓 快點 飛逆俠 讓我們拯救世界 現在情況更糟了 幾乎半個城市都被冰覆蓋了 甚至連小貓小狗都成了朋友在互相取暖 哇 哇 那是什麼 千里 你們看那裡 羅米歐的實驗室 嘻 這還真是有趣啊 我就知道是羅米歐搞的鬼 在前面那個 是什麼 那個 看起來像是製兵機 跟著它 貓頭英女 我剛剛還在想想過多久 你們這群追影小英雄才會出現 你想要幹什麼 羅米歐 這還不明顯嗎 為了我的新實驗室雪橇 我要把城市 變成由冰做成的過山車 我的雪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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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 嘻 就差一點點了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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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讓滑雪變得更有趣 可以依靠我的超級大力金剛手 來推動你的實驗室前進 這並不只是為了有趣 雖然這確實很有趣 當白天你們因為站不穩滑倒 而無法做任何事情時 那我就可以掌控 誰在啦 羅米歐想掌控整個世界 呃 是個斗坡 震顫羽翼 我實在進不去 我們得下來 我們得在他把一切都變成冰之前 阻止他才行 呃 哥 呃 這實在是 太滑了 呃 呃 呃 謝了 非比侠 哇哦 嘿 或許我能夠追上羅米歐 因為我的腳有黏性 堅持住 非比侠 哇哦 我有一個辦法肯定能夠奏效 但是我有年年計劃 我们可以 我需要些帮助 我们先回到英祥机上 我想还需要再等等 猫头鹰女 用你的千里眼来寻找罗米欧 然后你的飞行技术 能确保我和飞臂侠 不被他看到 千里眼 他在那里 我看 好了 飞臂侠 我会从后面溜进他的实验室 而你从上面进去 这样就能在他发现之前 把他的实验室给控制住 无敌猫跳 一定是疯吧 猫小子 就像豹一样在宾馆上跳跃 向上爬 用他的无敌 用无敌 没什么能打败猫小子的 你怎么花那么长时间 真是这可怜的小猫 现在从我的雪桥上 现在从我的雪桥上 猫小子 小心 这真的好冷啊 我现在都不能动了 罗米欧快把我给放出去 猫头鹰女 我想我也许可以阻止罗米欧 你看呢 现在不行 飞碧侠快回来 你 猫小子 我们能做什么 不要担心我 罗米欧要跑了 快点阻止他 刚不是我的步伐了吧 讨厌的是英雄英雄 我们可能是超级英雄 但现在猫小子成了超级冰块 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飞碧侠 快点 我刚刚就想告诉你了 我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可我需要你的帮助 当我的计划可以 好吧 我要干什么 英雄 这样好多吧 好了 这记在实验室上 然后用你的无敌力量 阻止他前进 好 但是 然后 我们就能控制住制兵机 出发 飞碧侠 等等 你觉得你能击败 像我这样的天才吗 太傻了 无敌大力金刚手 等等 我并没有无敌力量 飞飞飞飞飞翔 你在哪儿 猫头有女友妈妈了 噢 嗯 用 试阙 冰冰冰冻朱的寓意 什么 黑鬼 有两个小冰快 飞 放在路上 两个小冰块呀 真的是好冷啊 对对对 陛霞 我有一个计划 等一下 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 真让人懊闹 要是我能够坚持 自己的计划就好了 再加上我的无敌超能力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超级稀里盘 现在该实施我的计划了 你们要做的是 尽可能帮我撞击 罗米欧的冰道 现在准备好 做冰蛋球了吗 或许飞碧霞的计划 有点用 来吧 来撞碎这些冰吧 这些冰块人 居然想要撞碎 我漂亮无比的冰道 现在我要让罗米欧看看 如何在冰上行走 超级稀里盘 用我的超级稀里盘 我能在冰上走得比你更好 你再胡说 我的雪橇是由一个天才发明的 就是我 所以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 是绝对不可能打败他 明白吗 你等着瞧吗 抽砲 冰冰霞 追不上我了吧 超级大力金刚手 不 抓到你了 罗米欧 是时候把你们解冻了 水衣小英雄 哦 耶 干得好 飞碧侠 那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没错 很抱歉我们之前没听你的 不 那是我的错 当我有好的计划时 我应该坚持执行才多 你在哪里 看来罗米欧真的好像被冻在那里了 超人烟的核衣小英雄 你们总是来破坏我的脑袭 下次我一定会打败你们的核衣小型中 哦 这里还有很多冰 要问谁能在明早之前融化它们 就是我们 水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今天没有冰了 我们去公园怎么样 我们可以去骑自行车 但我觉得最好还是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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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去水上乐园怎么样 好厨艺 我们走 这肯定是我遗漏的一些兵 直上云霄 猫童医女 我等不及要看一会儿的空中翻跟斗了 到时候会有一个热气球 还有很多的老式飞机 一起在空中翱翔 就像我一样 嘿嘿嘿 嘿嘿 飞机都在哪里啊 我不知道 他们昨天晚上还在这里的 但是早上就不见了 活动只能取消了 真的很抱歉 真是太糟糕了 谁会偷这么多的飞机呢 你们快来 你们看这一串小小的脚印 这些是忍者们留下的 夜幕忍者犯了一个大错误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没人能飞得比我更快 水衣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嘿嘿嘿 艾玛亚变身为 猫头鹰鱼 葛瑞变身为 飞碧玄 耶 康诺变身为 他才会 猫贰 他才会 这次是 黄金 石 readings 来做音响机 这里是一个影响机 从还是一个 tir 地мотри 视频 我 这次他 我的天哪 那是什么东西啊 千里眼 是夜幕忍者 那些飞机是用来表演 空中翻跟斗的夜幕忍者 这有什么关系呢 没人可以像我一样 驾驶得这么好 你们有本事来找我呀 不用担心伙伴们 就算我闭着眼睛 也可以赞赏那些忍者们 音响起窝门尊压 我会用猫头银光波照的 他们眼花 然后掉下去 小心 冒头鹰女 夜幕忍者总会想出一些 非常狡猾的诡计 但它根本没办法 对抗像我一样了不起的飞鸟 第七十七次空中演习 开始 这 什么 准备释放银银抓捕器 猫头银 猫头银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我们让这只笨鸟和它的伙伴们 来一次颠簸的旅行怎么样啊 我真是一线毒浪 停下 你在说什么 我可怜的朋友 你说的是 落下 那么好吧 现在收回粘粘抓捕器 这下又独捅了一下失灵的飞机 再来几架我就会成为唯一的 你是最棒的空中飞行者 我比你飞得更好 你这笨鸟 他说他要成为唯一的空中飞行者 是什么意思 或许他的意思是 他要偷走空中表演用的热气球 还有城市里一切可以飞的东西 猫头鹰女儿追上他 但是我的音响机坏掉了 可是你不需要音响机 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行者 我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飞得太好了 而我却没有他飞得那么好 什么 你是个了不起的飞行者 他用年年抓捕器 来毁掉你的音响机 并不是你的错 是啊 我们会帮你的 先把你的音响机弄回总部 然后我们再去一趟博物馆 这并没有那么困难 真幸运我还记得博物馆里的这架救飞机 很酷吧 你做得非常棒 你一定会抓住夜幕忍者的 但你是我们之中的飞行专家 我们要听你的指挥 我的指挥 对 但是 他们在那里 他们想用年年抓捕器带走热气球 好了 冒头营女 我们该怎么飞去阻止他们 那个 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不能让夜幕忍者 拿走一切可以飞的东西 我 好了 不用担心 我们来试试 上个是一小英雄 什么 停下 不知道怎么点 不知道怎么点 这是我见过最有趣的事了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你们慢慢飞吧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需要你出现指导我们 我很抱歉 夜幕忍者和忍者们飞得太好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转的圈 他们没你飞得好 我们飞的就更不用说了 你得来帮帮我们 你可以做到的 可以的 好吧 好吧 千里眼 他们从博物馆里带走了火箭的模型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所以计划是什么 呃 或许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呃 那个 哦不 那个不管用 没关系 我们在路上想办法 猫小子来拯救你们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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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小子 快让他停下来 呃 呃 不 拉伸 拉伸 我 正在努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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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哪里 那里 我们跟丢了 他真是太棒了 又是旋转 又是俯冲 他有 所有的技巧 我比不过他 等等 你要去哪里 回总部去 没有我 你们做得更好 我不会的 我们需要你 我们知道你是最好的飞行者 我们都相信你 很高兴有人这么想 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教我们飞行的人 如果你不教 念不忍者就会拿走城市所有能飞的东西 呃 小火龙 讨厌的家伙们 现在我要来带走你们的飞机了 好了 猫头鹰女 他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所以 或许我们应该 躲在总部的后面 再出其不意地抓住他们 嗯 好的 那么跟着我 他们扣进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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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地毁掉那家硬响地 呃 呃 呃 猫小子 向左转 呃 保护 一个是向右 呃 呃 快回来 呃 呃 熊鹰展翅 飞壁侠 呃 呃 现在去拯救猫小子 猫头鹰女 这真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行 谢谢 那真是不可思议 猫头鹰女 就是现在 我们去阻止夜幕忍者 你是唯一一个真正会飞的人 你刚刚已经证明了 说得对 他之前或许飞得比我好 但现在我要展示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飞行 是一小英雄单上场了 呃 想想办法冒头鹰女 她们粘住了总部 也就是说 弄 有了 猫小子 听我的指挥 准备 加速前进 准备好 弄 哦 终于 你们是来看你们的总部 怎么倒下的吗 有我在就不会 猫小子 保持冷静 按现在这样再跟着我 好 当我说下降 操纵赶时机向前推 下降 抓住他们 一切都结束了 全转 抗要点 抓住他们忍者们 我们要去带回那些飞机 飞碧霞 我们需要你的无敌力量 猫小子 跟我来 过来一点 要不我吃两鸡 抗体打力金刚手 准备好将乱了吗 猫小子 是的 猫头鹰女机长 下次我会抓住你们的 讨厌的家伙们 等着瞧吧 现在快点让我离开这里 忍者们 那可真不错 猫头鹰女 你觉得是一个最最棒的飞行者 或许 终于是了 伙伴们 看 能飞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现在我们有时间在天亮前把他们放回原处 水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找不住了世界 那些真的太棒了 那还不错 但是如果我再飞 我就可以翻个跟道 然后再像这样来一个螺旋式凑着跳 就像这样 露 树 猫小子 与月光圆顶 快看我 我在模仿展示器 而我在模仿波浪 来看我的 机器人 你们联想到了谁吗 我爱你 罗米欧 就等着明天在学校的舞会上 为大家表演了 我等不及了 我甚至为此学了个新动作 急速旋转龙卷风 急速旋转什么 我在电视上看过 是这样的 这动作真酷 你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双脚要用脚尖站立 然后抬起一条腿 抬起再摆动手臂就可以了 旋转 该你了 抬起一条腿 抬起摆动手臂 接着 好了伙伴们 没什么好笑的 我觉得这动作一点都不酷 它很酷 只是要多花点时间练习 我会很多很酷的动作 我不用学新的 这样也不用被别人嘲笑了 目前哪 是飞蛾们 这是来自月之女的邀请函 准备好来疯狂派对了吗 今天晚上戴上你们的武鞋 在总部外面跟我见面 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派对 这样感觉 带着人还不错 或许他觉得自私不太好 所以想跟我们和解 一个舞会派对肯定会很有趣的 我们来练习新动作 比如急速旋转龙卷风 我可不觉得这是好事 一个疯狂派对 在我看来是很可疑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才行 去查清楚他想干嘛 水衣抢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一起来跳舞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爱玛亚变身为 猫头英女 葛瑞变身为 小小子 水衣抢英雄 一二三 我吃里面有请来 月之女的派对已经开始了 我们走吧 别有感觉 谢谢你的邀请 远之女 欢迎参加我的派对 等等 你们快看 那些是不是学校的印象 是的 你从我们学校借了舞会器材 这不是借来的 是我偷的 为了我的舞会派对 欢迎你们睡衣小英雄 你不应该这样和客人说话 客人 不 客人想离开时就能离开 但是你们几个 好吧 看到这个就敢明白我说的了 什么 你们这群扫兴的家伙已经被我困住了 你们是逃不出这个月光圆顶的 我还以为你想跟我们和解呢 不是 抱歉 哦 说到这圆顶 它牢牢地罩住了你们 从头顶上一直延伸到地下 趁你们被困住 我会把学校舞会的所有东西全部拿走 什么 除非他们参加的是我举办的派对 否则他们休想得到任何乐趣 哈哈哈哈哈哈 哦 我的天哪 如果他掏走了所有东西 舞会就得取消 这样我们就不能表演了 哦 我的天哪 我真的很想表演我的机器人物 我们绝对不允许月之女 回掉学校举办的舞会 我们一定要离开这里 让我来试试 超级大力金刚手 我推不动他 我也冲不出去 他说了这圆顶地下也有 所以下面也不行 你的超快速旋转或许可以 你能在圆顶下打一条通道 真是个好主意 那就像急速旋转龙卷风的舞蹈动作 我觉得他们是有那么一点像 只要多多练习就行了 万一我要是又搞砸了呢 那实在太丢人了 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你能做到的 我再演示一次 看好 首先双脚脚筋站立 抬起一条腿 摆动你的手臂 但要结合你的超级猫速 好的 你这只小猫还真有意思 可惜你不能在我的派对上 展现你的舞姿了 不过每一个完美的派对都需要 这个 我们会阻止你的月之女 有月光圆顶在 你们就别想了 再见了 睡意好心燃脉 这个月光圆顶 真的延伸到地下了 要不还是你们来完成 急速旋转龙卷风吧 我们的不管用 只有你才能转得足够快 并在园顶下面打出通道 嗯 或许你可以用其他办法 好了 数到三 我们一起冲向园顶 如果一起使用超能力 肯定会有效 一 二 三 冲啊 超级大力冰钢轴 雄鹰展翅 总身一跃 动作不错 睡意小英雄 还没准备好去派对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太喜欢气球了 尤其这些气球还不是我的 试试急速旋转龙卷风 我知道你可以的 嘿猫小子 你有没有成功旋转过 哦不 我怎么忘了 你不会 但是我会 哦我的天哪 我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了 只要猫小子愿意试试看急速 快点想一个新主意 这是必须的 我做不了那个动作 但是超级猫速我很拿手 我会在这个园顶里跑得飞快 用气流把它给掀起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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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小子现在再也 坚持不下去了 哎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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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稍微震动了一下 你启动了他的月光灯 漂亮的灯光再配上漂亮的波纹 现在舞会的氛围越来越好了 当然是对我来说不是你们 猫小子 我知道你不想那么做 可是 不可能 我一定又会被嘲笑的 啊哈 这次我真的想到了个好主意 好了伙伴们 我现在要用猫车来发射猫球 这样一定可以打穿圆顶的 发射猫球 启动弹射器 排队结束了月之女 啊 启动弹射坐椅 哦我的天哪 这真是场恶梦 开 再这样砸下去 总部肯定会倒塌的 哇 我很抱歉 我想让我们出去 但事情似乎变得更糟了 这下学校的舞会肯定是办不成了 你们没办法展现物资了 现在只有急速旋转龙卷风可以帮我们 全靠你了猫小子 没错 唯一出去的办法就是向下 而唯一速度快到可以转出通道的就是你 我知道 我应该听你们的完成急速旋转龙卷风 你们说的对 好了 搞砸了又怎么样 我会尽全力的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加油猫小子 开始吧 难道这就结束了 还挺好笑的 他连舞台都要搬走 我们的舞会真的遇到大麻烦了 放心吧 我会解决麻烦的 看起来傻乎乎的又怎么样呢 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参加喜剧表演呢 没关系猫小子 我正要洗个澡呢 不管傻不傻 总之我来了 急速旋转龙卷风 什么 干得好 你做到了 我们来拯救舞会 什么 超级大力金刚手 你们这些扫兴的家伙 为什么从来都不可以让我有点乐趣呢 知道吗 你的节奏感很好 月之女 真的吗 你只是随口一说的吧 是真的 来跳个舞吧 一只跺脚 以急速旋转龙卷风收尾 是不错 我喜欢那样 他们过去了 猫小子现在很山上旋转 我们把这些搬回学校去 月之女找到了这么多乐趣 但或许不会介意 水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舞会 你跳得真是太好了 康诺 谢谢 哇 跳得不错啊 康诺 我想 刚刚是打滑了 知道吗 我要称它为我著名的打滑旋转 你旋转 跌倒 你继续旋转 还有谁想要试一试吗 耶 我们试试吧 开始咯 飞壁侠语权能石头 功夫 是啊 我在砖上发现的 里面都是有关功夫大师们很酷的故事 来看看我的书 关于世界上最强壮的运动员的 哇 这还不是最好的部分 来看看他赢得的东西 奖品 奖杯和奖牌 或许某天我也能赢得奖牌 我可不确定会给屋底力量设个奖 好了 我们去公园读书吧 要是我也能赢得一些什么 那就能证明我很强壮 可瑞 那些路灯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们整个都弯了 能做到这样的人一定很强壮 或许吧 葛瑞 但是他们又不会得到奖杯 弄坏路灯是不对的 是谁做的呢 我们去总部找出答案吧 神医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爱玛亚变身为 光头一女 葛瑞变身为 飞帮手 飞席雄 飞席雄 扛弱变身为 猫兄姊 飞席雄 副医小英雄 坐我的飞币侠机动车 飞席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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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快看那儿 小心 城市里发射出了一块锯石 我说坏 我们这些懒虫们 我要去打碎那块石头 烟雾忍者 他这是要干什么 他必须被打碎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承受得住 我的无敌三连击 在练习新的舞蹈动作吗 烟雾忍者 你完全猜错了 你们这些家伙一定不会知道 我为什么在这里的是吧 为了一块很大的石头 这并不是普通的石头 我的忍者们花了很大的力气 从千里之外的一座高山古庙 把它一点一点混来这里的 这可是一块全能的石头 一块全能石头 我在我的功夫书里看到过 关于它有一个传说 藏在里面的是一个珍贵的大奖章 是不是像这个 那像是一块奖牌 这个是大奖章 可不是一块奖牌 只有最强壮的英雄才能够打碎石头 并拥有它 至于最强壮的英雄 当然是我了 最强壮的英雄 但你甚至都不是个英雄 你们几个就等着看我把奖章挂到脖子上吧 有本事那个时候在效果 这个奖章是要颁给超级强壮的人的 如果我拿到它 大家就会觉得我是最强壮的咯 飞臂侠 你在自言自语些什么 如果我打碎了石头 那样烟雾忍者就拿不到奖章了 我可以 我带上它 就会像书中的运动员一样 亮着我教给你们的功夫忍者们 你们需要砍得再用力一点 像这一样 你根本不够强壮叶木忍者 但我足够强壮 飞臂侠 停下 但如果我打碎石头就能够拿到奖章 叶木忍者就不会再继续破坏东西了不是吗 别白日做梦了 你这个短腿的家伙 忍者们 快点滚动那块石头 别停下 一定要把它打碎 如果他一直猛击那块石头 他会把整座城市碾平的 我们要去阻止他 快点 我要去打碎那块石头 没人可以打碎那块石头的 我们必须拂止它 但是奖章会证明我是非常强壮的 我可以把它关在我的墙上 你的确非常强壮 所以如果你打那石头 它一定会飞起来的 我们试试其他办法 我会绕着叶木忍者和他的忍者们不停跑 是的 我带飞臂侠飞进去 那么打碎石头 不 是把它带回总部 好吧 我们走 超级猫肃 拿到了 我现在把它运回总部去了 先试一下 应该没事的吧 超级大力金刚手 糟糕 被冰箱 他破坏了你们的计划 而且他拿小短手 好像也根本没起什么作用 现在就来看看叶木忍者 要怎么用起他全部的力气 忍者弹射撞击 他去操场了 哦不 行音斩阵 接住他 飞臂侠 干得好 飞臂侠 谢谢 我为什么不能再试试打碎他呢 但是 我一定会非常小心的 我知道我可以拿到奖章 尤其是用我的无敌飞臂侠三连击 那家伙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是吗 我下次可以做到 你等着瞧 准备好 忍者弓射锤 一 二 三 是吗 是吗 我可比你强壮多了 飞臂侠破十拳 啊 他还是一点都没有裂开 再试一次 哎 总有失去控制的那一刻 你是说当叶木忍者挥舞路灯打碎他时 就不会失去控制了吗 我找到他了 我会打碎他 你们等着瞧 现在我要让他撞上这座城市里最坚固的建筑 猜猜会是哪座建筑呢 啊 哦 他想撞我们的总部 如果他撞坏了 我们就没有总部 做不了英雄了 你不能那么做 燕雾人哲 我还以为你明白了哪废陛下 你不是也很想打碎这块石头吗 跳 哦 我的天呐 我不能让这一切发生 哦 他现在冲我们来了 你们几个不要光站在那里看着 哦 我的天呐 刚才真惊险 叶木忍者已经失控了 那全都是我的错 超级大力金刚手 抱歉伙伴们 我应该按照你们说的把石头放到总部 但我没有 而且那块石头差点伤到你们了 没关系 我们出发 总部会修好的 但你们现在很危险 只要那块石头存在 每个人都处在危险之中 这件事你或许说得对 准备好丹丁兽帕吗 如果我们用了这个 石头就会被更用力地弹出去 不可能 这一小英雄该上场了 我们跟那石头制造了够多的麻烦了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的明白吗 最后奖章一定会是属于我的 飞碧侠的 飞碧侠 飞碧侠 跑 那块石头往这边来了 超级大力金刚手 哇 刚刚那个动作真是太厉害了 飞碧侠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壮 那是因为你一心想救我们与危难之中 那样就激发出了你身体中所有的力量 说得对 那没讲证 给我 那是我的 那不可能会是你的 叶木仁哲 明明是我打碎了石头 是我把它扔向了你们的总部 你只是扔了 最终是飞碧侠把它打碎的 用它的无敌力量 哦 那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那家伙怎么可能比我更强壮呢 因为真正的力量 源自于你的朋友的关心和帮助 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乐趣啊 好吧 你们这些小不点们可以留着它 但我会在你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 我决定要把你们送回古庙里 进行更多的训练使人者们 你完全值得拥有这枚奖章 飞陛侠 谢谢 但是它来自于远方 而且关于它有个传说 你说谁会需要这枚奖章呢 我要把它送去博物馆 那每个人都能看到了 真酷 或许在我们完成之前 还有一个方法来证明你很强壮 水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哇 真凉皮啊 哇 真酷 打碎那块石头的人一定非常地强壮 会是谁呢 那是个秘密 动作迟缓的飞臂侠 葛瑞 上课联想咯 你快点来看看我的转球技术吧 快回来 篮球 葛瑞 老师随时都可能会来的 有件事我不太确定 艾玛亚 你看 是我看错了呢 还是老师走得真的非常慢呢 简直走得超级慢 走到教室恐怕天都黑了 会看 他不是唯一一个走得这么慢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今晚来查清楚 水衣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金武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爱玛亚变身为 猫头衣女 葛瑞变身为 猫小子 下 炽丽脚英雄 城市看起来很安静 太安静了 快看那里 罗敏欧 他想要干什么 不管他想干什么 我们都不会让他成功的 坐我的飞币侠机动车 就是这里没坐 看到罗敏欧了吗 嘿小猫 别逃得这么快 明白吗 我不明白 那就好好看去 它对那只猫做了什么 还好猫没事 就是行动变慢了而已 就像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的老师和蝴蝶一样 罗敏欧用他实验室里的钟表 把他们都变慢了 不能再放任他了 飞币侠 你悄悄溜到罗敏欧后面 毁掉那个钟表 我们两个来吸引他的注意 我知道了 无敌飞币侠稳装术 你为什么把一切都变慢 罗敏欧 你们好 是一小英雄 你们来的时间刚刚好 明白吗 时间 我今晚特别的激动 主人你的确很激动 嘿嘿嘿 你也这么认为 我把一切都变慢 是因为当他们行动缓慢后 就没有人能够阻导我掌控世界 我一旦把放在市中心的钟表引爆 冲击波会波及到每一个人 你们就永远都这么慢了 真酷啊 我是个天才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不过以我看来 我可不这么认为罗米欧 飞币侠就现在 他去哪儿了 马上 马上 飞币侠 我在看这只猫呢 真的是太酷了 干得漂亮 缓慢的家伙 哦天哪 他怎么走了 发生什么事了 飞币侠 我忍不住盯着他看 这只猫简直太酷了 但飞币侠 你让罗米欧跑了 你应该要专心点 不用担心 我有个能够彻底阻止他的好主意 有了飞币侠机动车 我可以直接开到罗米欧的实验室那里 而不让他发现我们 快看 实验室在那儿 飞币侠机动车伪装数 你听到什么了吗 并没有 肯定又是鬼鬼祟祟的睡衣小英雄 哦不 有一只鸟 小鸟走开 走开 走 走 嗯 这种情况不常见 等等 那应该是睡衣小英雄 我看见他们了 他看见我们了 飞币侠 加速 你们快看这只鸟 它是在飞 还是坐在那里 人知道呢 别再看那只鸟了 看前面 祝你们三人组下次好兵 如果罗米欧去了市中心的话 他会把整座城市都变慢 跟上陶贼陛 这根本没有用 我的机动车现在也变慢了 看来想跟上罗米欧 只能靠走的了 我们不是应该直接去市中心吗 你着什么急 我们有的是 时间 嗨 接住他 他好像正在休息中 好了 有注意了 如果分开行动 他没法把我们全都变慢 猫头鹰女和我去拖住罗米欧 飞币侠 你就躲在后面 等我给你信号再行动 你放心吧 我这次绝对不会再走神了 好了 这回用最快速度 看好了机器人 对我罗米欧来说 没有什么是快的 一个速度缓慢的飞碟吗 这简直太神奇了 又是你 飞币侠 小心 跑 天哪 你不够快啊飞币侠 我觉得我得好好 学学怎么才能不走神 再见啦 水衣小英雄 我现在要去市中心了 相信我 再过不久 就爆炸 哈哈哈哈 你还好吗 我还好 我就是超级无敌慢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不是总被其他东西吸引的话 我们早就抓住罗米欧了 你们不该再带着我 这怎么行 飞币侠 我们可是团队 说得对吗 小子 我是很慢 但是如果我专心 还是可以帮忙 我们走吧 追衣小英雄哥上场了 耶 伙伴们 我需要有人带着我一起走 猫头鹰女 你负责吸引罗米欧的注意 我来用我的超级飞带力量对付钟表 猫小子 如果猫从鹰里累了 那就由你来接替他的这项任务 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的动作还是很慢 你要怎么拿到那个钟表 不用担心 这次我不会再被分散注意力量 这次我不会再被分散注意力了 又是你 也是时候把你给变慢了 你这只笨鸟 我们走着 瞧拜 罗米欧 这次可千万不要走神哪 你差点打到我主人 你不要再抱怨了 快点帮我抓住他 只要再快一点点 你抓不到我吧 机器人 我的天 猫头鹰女被抓了 我去分散罗米欧的注意力 直到飞币侠 让钟表停下来 来着主人 我已经抓到他了 你又跟我抱怨吗 重要的是 我们要立刻把这只笨鸟变慢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罗米欧 超级猫 别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要把整个城市变慢 又是你 这次你可别分散我的注意力 这次你可别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无敌猫跳 迟了一步哦 水衣小英雄 现在我要炸掉整座城市了 哦不 大家准备好开派对了吗 我们来个爆炸吧 超级大力金刚手 什么 你做到了飞币侠 你怎么到那儿的 你依旧很慢啊 我或许是很慢 但这一次我没有走神 所以我才能及时赶到这儿 真棒 我终于不慢了 看哪 飞币侠 做到了 飞币侠 做到了 飞币侠 做到了 飞币侠真是太讨厌了 给我听好了水衣小英雄 我的时代就要到来 我的时代就要到来 水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嘿 可人 嗨 伙伴们 又抱着你的球了 还想展示技巧 那当然了 但是要晚点 因为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说的对 你能够不走神 真是太好了 谢谢 超级缓慢的机长 耶 飞币侠拯救了圣诞节 哦 康诺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下雪 下雪的话是不错 但我们还是会玩得很愉快 这个我不会玩 怎么了 果瑞 今天就是平安夜了 你都不激动吗 反正滑冰不激动 我从来没有玩过 而且我不会玩这个 我帮你 试试看 这也是圣诞节的一部分 就像圣诞树 是啊 还有圣诞树上的灯和装饰 灯和装饰在哪儿啊 哦 不 他们都去哪儿了 所有的装饰品 都到哪儿去了 还有金色的彩蛋呢 就连星星也不见了 他们是那么的漂亮 而且有那么多呢 他们不可能自己消失 肯定是昨晚有人 把他们拿走了 但是怎么会有人 去那上面呢 圣诞树这么高 我们这就去查清楚 我们也不需要 滑冰鞋的帮忙 水音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的打击最远 康诺变身为 猫小子 爱玛亚变身为 猫狗一女 葛瑞变身为 飞灭神 水音小英雄 能拿走装饰品的人 一定可以到达高处 所以我们也去高处看看 来吧 来做音响机 千里一 看哪 是月之女干的 我的天哪 月之女在拿所有人的礼物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那就没有人有礼物可拆了 月之女 把那些礼物还回去 他们都不是属于你的 别妄想了虚伪的家伙 他们是我的 圣诞节也是属于我的 我的我的 如果能夺走她的月光飞船 她就没法去烟囱那儿了 好主意 飞碧侠 我们走吧 我来把它弄到地上 猫头鹰翅 飞鹅们 猫头鹰鱼 小心 快给陛下 把月光飞船开得离她远点 但是 我从来没有开过月光飞船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再见了小猫 我要离开这里了 飞碧侠 你还好吗 还好 我就知道我没办法下月光飞船 抱歉 没关系的 我们现在就跟着她 音响机太大了 没法跟她去那里 猫头鹰女 你在天上跟着她 我们在地上跟着你 好 我们走 等等 月之女 干嘛 你为什么不把礼物还回去 因为我不想还回去 如果你们有本设计过来拿 嘿 那是我的 讨厌的娘 啵啵啵啵啵啵 沈衣小英雄 我需要你们帮我把她拉起来 无敌猫跳 连你这小猫也一起来了 好吧 那就看看你这只猫能不能着陆 猫小子 飞儿们 走开 走开 我来了 飞碧侠 快去开月光飞船离开这里 要再来一次吗 但是我真的不行啊 去吧 飞碧侠 我保证只要你愿意尝试 你就一定能行 天哪 这比滑冰还拿上好几倍呢 不行 我真的做不到 飞碧侠 你还好吗 我不擅长那些新事物 好了 不要担心 我们两个会处理的 我们快去追上月之女 够了吧 月之女 你该收手了 该收手的是你 还对 真颤鱼 猫头鱼女 我弄乱了你的羽毛了 猫头鱼女 真抱歉 无敌猫跳 快点去帮他 从我的月光飞船上下去 猫头鱼女 我们该怎么办 我被转晕了 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更别说飞起来去帮助别人了 你得再跳上月光飞船 去帮助猫小子 再一次 我真的没办法控制他 你不知道你自己能不能做到 是因为你总是跳下来 你得去试一下 你能做到的 救我 猫小子 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猫头鱼女 我至少应该尽力去试试救他 睡一小英雄该胜场了 无敌飞碧侠 稳装输 那个呆头呆脑的家伙到底去哪儿了 你哪儿冒出来的 谢谢了 那是我的 坚持住飞碧侠 你可以做到的 飞碧侠 我快没力气了 拉我上去 但如果我弯腰的话 我就会失去平衡的 坚持住 我想你保证 你会没事的 我只需要努力这样去控制他就行了 相信我 飞碧侠 小心 刚才那样 真是太棒了 我有点困难 但我还是得继续啊 小心前面的桥 我的天哪 实在是太高了 别紧张 不然会掉下去的 没错 要小心点 真棒 我要让他降落了 慢慢的降落 做得好 我就知道你能行 飞碧侠 看 只要去尝试就行了 没错 飞蛾们 快点放我走 睡衣小英雄 该结束呢 月之女 是的 我们拿到了月光飞船 你就没法偷更多的礼物了 哼 这不公平 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 遥远都只有我一个人 什么 你总是一个人过圣诞节 天哪 那真是太悲伤了 嘿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过平安夜呢 跟你们吗 是啊 我们必须把这些礼物和装饰品送回去 你能帮我买 那样大家都能过圣诞节了 你觉得怎么样 好吧 我想 快上来吧 我们一起去拯救圣诞节 耶 耶 耶 好了 这是最后一个了 太棒了 你能很好地驾驭月光飞船了 飞陛 谢谢 现在我可以驾驭她了 我喜欢她 你真的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回你的东西了 好的 但我想现在你们该走了 对我来说圣诞节就算结束了 别担心 我们还不会离开 因为还有件事需要做 哈哈哈哈哈哈 哦 是不是很漂亮啊 月之女 是很漂亮 可现在圣诞节都快要过去了 而我却没收到任何礼物 哦 你有礼物的 哦 你有礼物的 是滑冰鞋 但是 我从来没有滑过冰啊 这没什么 我也没滑过 但我们能学会的 来吧 我们去试试 睡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想拯救了 圣诞节 因为在黑夜 我们想拯救了 圣诞节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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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怎么回事 吸热了 微生带节下的血 這雪花落在舌头上 哎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像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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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